我是想請問一下老師 這個除了是說 你這個能量食除了是Legg之外 的一個SPA 蓋圓 是不是它可以到我們學生的腳 腳啊 學生就可以做這樣 還有正面前面的修復 而且說你這部的話 它可以消脂 對 可以消脂 也可以拿到一個減肥的功效 那在腹部按摩方面的話 我們針對不同的一個手法 以一個例子來講 像腹部有一個健溫平常的一個手法 強化面霧的一個手法 那只要加上一個熱水的一個溫作功效的話 可以增加它的療癒的力量 調整一個效果出來這樣子 那這部劍胸的話 因為腹部是在四五十個面霧的社區 那腹部搭配到 從這裡發台詞的話 也可以償換一個 拿到一個劍胸的功效 所以你這個能量食除是可以用的穴道 對 可以用的穴道 然後脂壓 油壓這樣子 對 按摩的治療 對 對 對 讓我們身體整個比較舒緩 比較輕鬆一點 對 對 對 它本來它通常 它這有一個手法的按摩方式 因為熱水它本身 都會當一個按摩器 而且這樣的一個按摩方式的話 加上一個工作人的感覺 客人找到很舒服 很舒服的一個問題 就讓它一種舒服 那當中是什麼一個 因緣氣氛的 你的朋友學者 想要移進這個阿拉斯加的 想說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 也是一個氣氛 一個潮流 現在一個 那個整個女農業界 女都真的在推廣這個熱水 這是一個應用 所以女公司就 移進阿拉斯加這個熱水 來增加這個課程 所以就克服 因為它有它的一個 造成這樣 而且在護護方面的話 我們把它放在護護這個地方 它也有我們心目的功效 那配合那個 我們精油方面的一個應用 這幾個例子來講 有些人他 腸胃方面的不舒服 所以他有健胃正常 對 腸胃方面不舒服 台灣也可以配合那個方向 比較好 對 那個健胃正常 一個精油 他躺動一些例外是 有些人 因為那幾個身體 他們有一個 一種不舒服 感覺是一種症狀 因為一種症狀 感覺就是 不舒服的療餐 這樣的話 可以這樣就 那樣的平衡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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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客人过得热血的话 可以潜满他的肮脏肉 可以加强的在做这个热血的课程 针对他的一个疗效可以增强